这是苗栗县南庄乡 一个纯粹妈妈们的聚餐 聚餐的目的有三 一是庆祝2002年南庄社区音乐会圆满地幕 二是南庄妈妈合唱团期末聚餐 三是南庄妈妈庆生会 谢谢大家 祝生年 我今天先谢谢各位 三个礼拜六你们给我的帮忙 来 谢谢 谢谢你们 祝你们青春美丽啊 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 有很多妈妈接受小孩子上下教会目的帮忙 然后久了他们可能就肉质 然后就会常常聊天 就变成说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默契 就是他们共同的默契就是小朋友 然后久了之后就是会 两个人就会想说 两个家庭就会慢慢的团聚在一起 就说要为自己的小孩子做什么 那我的女儿以前从小的时候她就接触到这些社团 那我不只是她在这里社团里面成长 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跟着她成长 成长很多 因为我们也会学习就是说 怎么去付出啊 我怎么去关心 我觉得我妈是一个就是她很为自己的生活去打拼的人 她会去找事情做 她会去想为这个社区做什么事情 我比较喜欢曾老师 曾老师 因为我觉得她一个人就是兼聚老师 然后她要上一个大家庭的妈妈的照顾我们 一两个人有这种想法 相处久了就会互相影响啊 真的是这样 男生都是在桌上滑干纸 真的 女人就不一样是人在交心 我的孩子我觉得 就是说她长到现在二十几岁了 那二十几岁至少就是说她在这成长过程里面 她以前被人家带过 人家为她付出过 那这一段时间 那搬夏令营的时候 她回来了 她也是在学习付出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就像好像我们搬夏令营啊 让我们自己的青少年 他们常来回来认同自己的男装啊 认同自己的家乡 谢谢大家 嗯 好 很人 感谢 你 那